房屋检查的时候别放了地板上各种各样的污渍 这个会导致将来挺大的维修成本 然后现在这个污渍下不来的话 那可以document做existing condition 同时切记让大家在使用这个搬家的东西的时候 让他们在这个搬家的脚上安装上家具的脚上安装上 就是防滑防这个搓伤的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我们对地板的这个搓伤也是会进行charge 别忘了看就是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太脏的话在进行清洗的时候是需要进行清洗的 上一次进行房屋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这个storage space storage space里面这些其实也是租客留下的东西应该被dispose 所以在将来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屋子storage space 都应该检查是否租客留下了这个他们不应该留下的东西 拿窗帘的时候必须给它都拉过来 因为现在这个租客他把窗帘给弄坏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就是安装一个窗帘 然后窗帘其实也不便宜 所以呢就是记住在进行房屋迁入迁出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窗帘窗户这些地方 当然还得检查这个机器好不好吃